我 喂 谁啊 是我 你说 我说 你这回收购打电话给我干嘛呀 在干嘛呢 对啊 到了这个点了 我看你在睡觉 我现在好贵 我现在还五年再睡 不对 这个点应该是法国的下午吧 你怎么大白天睡觉啊 有巧合 妈妈 不是 是今天 安德烈他有事 然后我就挑了上课时间 我昨天熬夜一直到中午 然后我才回来 所以现在在补觉 对 就这样 不是 你怎么能养成一个这么坏的作戏习惯啊 我跟你说人哪 一天 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 是工作的最佳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啊 不管从你的脑力还是体力上都是透支的 对身体当然不好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 那个时候你买个多少化妆品都没有吗 喂 对 对不能不能熬夜 对 不能不熬夜啊 你怎么困成这样 对 你现在可醒醒了吗 你说你现在睡觉晚上怎么办 那不又失眠了 不 不 不会失眠的 我是真想看看你这个小糊涂 躺在我身边的样子 谁是小糊涂 谁是小糊涂呀 你呀 行了 你快睡吧 贝贝啊 勇哥 进来一下 你怎么进 是 你怎么回来都不告诉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一瞬间 星星睁开眼 书也何尝开始谈恋 可是你突然在乱 我不想你了 所以我回来了呀 所以我回来了呀 可是你回来都告诉我什么 就开车接你了 我告诉你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一点都不浪漫 这一种浪漫 你又疼我 刚刚见到我什么感觉 就是我突然间体会到我心跳 露了一盘是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心跳突然间静止了一下 然后我就好开心 就想一直把你放在回来 你 好 唐总 你们不知道这是办公室吗 知道了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 可是刚刚 是 你刚回来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晚上过来找你 嗯 我走了 好 不用太想我 注意安全啊 路上 嗯 这里试一试 大家把手上活放一放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 嗯 大家好 我是莫菲 来给程老师做助理 请大家多多关照 说完了 莫菲你太谦虚了 再说两句呀 没什么说的 行 我替莫菲说啊 这是我师妹 她非常专注于中国风的设计 我相信她的到来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你说得太夸张了 我有点兴趣 莫菲 我认得你 你参加过明远的比赛 那个《茶马古道》的作者 《茶马古道》的人气非常高的 比那些德国名次的作者还要厉害 谢谢大家夸奖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阶段 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进步 你太谦虚了 像你的作品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不像有些空将来的 成绩马马虎虎 才能演马马虎虎 除了会拍马屁 其他什么都不会 行了 来 大家时间紧张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要订稿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啊 波默的呈现方式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夏总监 夏总监 干什么呢 慌慌张张的 那个 程杨那边来了个新的助手 是我大学同学莫菲 其实唐组的这个心情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正在热恋期 想随时随地地见到对方 这种心情也是正 正正正常的 吓死我了 天哪 女人太恐怖了 这几本画册拿回去看一下 找找灵感 有什么想法再来再谷通 好吧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是想说 我来这边帮你夏总监那知道吗 不知道啊 怎么了 就是怕我过来会给你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 我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有权选择自己的助力 那就行 那我过去了 你等等 今天有点怪啊 时差没倒好 是不是想早点回去跟你们家唐总团聚啊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给你创造机会啊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还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啊 小心我去找多多告状的 别别别啊 别跟多多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知道了 麻烦 沫飞 小晓 好想你啊 好想不见我想死你了 你先扎的果汁只为最好的你 谢谢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同事们告诉我的呀 要不是他们说连我都瞒着 你是不把我当好朋友了 没有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那你回来干吗 这样请我当他的助理吧 我就回来了 你可真行 你刚去法国赛多久 回来就直升名领设计师的助手 你再看看我 我实习到现在都还没有转正呢 现在看到你真的是让我 嫌不及都恨 哪有你说那么好呀 我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小助理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你这是找对了靠山 程阳现在在明远可是活得不得了 连夏总经的风头都被他压过去了 是吗 可是他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呀 这个可由不得他了 对了 你跟你们家的唐总怎么样了 就 就 就那样 你还在害羞 那你给程阳当助手这个事 是不是唐总一手安排的呀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谢谢程阳过来找的我 要不是我刚刚去他办公室 跟他打招呼 他都不知道我回来 好好好 是我误会你了 谁让他是明远的总经理呢 你们两个人又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即使我不多想 也不见得别人不这么想 告诉你啊 夏总监知道你回来了 气得连拉得老长了 管他呢 我又不是给他工作 那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 穿呗 我又没做什么 还是我们家莫菲厉害啊 来 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 干杯 干杯 我要回去了 程阳那边还在忙呢 好吧 你走吧 那记得找我玩 拜拜 拜拜 你来明远上班 唐总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呀 唐总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呀 莫菲 你去了一趟法国 不能是变得不爽了呢 你去了一趟法国 预备